当地时间3月21日,中国援助菲律宾的医疗物资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机场,中菲双方在机场举行了交接仪式。 仪式上,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青表示,菲方非常感谢中国的帮助,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,各国应同桌共计守望相助,也应该学习中国成功的经验。 中国援助菲律宾的这批物资包括10万人份检测试剂、1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、1万只医用N95口罩和1万件医用防护服等急需抗疫医疗用品。 物资将交由菲律宾卫生部门,由菲方分配到抗击新冠肺炎的前线。 在交接仪式上,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青表示,菲方非常感谢中国的帮助,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, 各国应同桌共计守望相助。 这是来自中国的巨大帮助,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,不应该因为发生的事情而互相指责,而是应该一起努力互相帮助。 这是具体的证明,正如我刚才所说,中非关系处在最好的时期,这就是我们如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,我们一起尽力互相帮助。 洛青海表示,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,菲律宾已经开始使用中国抗击疫情的方法,他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该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。 中国从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采取的措施就是正确的,我们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,对社区进行完全隔离,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。 正如我们的总统所说,我们要饿死病毒,就应该这么做,是中国指明了方向。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表示,中国政府克服商业航班中断的困难,派包机运送上述物资,这充分体现了中非之间的兄弟之情,以及中方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。 希望这批物资能为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的抗疫斗争助一臂之力。 截止3月20日,菲律宾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230例,其中死亡18例。